第四季 我剛把... 以為你抽到夏猴了 你已經奉了戰力提告 請問你後來夏猴抽多少出 後來夏猴抽多少出?你抽入府了之後嗎? 財甲還沒出啊所以我沒辦法回答你了 財甲還沒出啊 所以我要抽多少也不知道 神魔共子 神魔共死 財府就好下一個石搜就出了 沒出啊 就出梗音啊 因為抽一抽就 只有一隻的支援而已啊 所以就 沒有就沒有了 我都 最好是下次十抽就出了 對 海星剛洗十抽都倒一個冰璃跟六十個瀕臨碎片 周崇 司徒英可以開局嗎 哇 抽到兩隻冰璃喔 那抽到兩隻冰璃到底可以開啊 兩隻冰璃比一隻冰璃更強啊 這隻冰璃 那為什麼大家運氣這麼好啊 為什麼我臉那麼黑啊 這社會還真不公平啊 太歐了吧 為什麼我臉 黑人跟非洲人似的 老實說 老實說李銀鋒真的是前期不錯的開局角 能打能上狀態 我也是保底葛雲一 要刷我刷十幾次 我刷了五個多小時都沒刷出來了 你刷十幾次我刷五個多小時 啥都沒有 我不是沒花時間刷 保底最後是多少百分之 我花了 我刷五個多小時啊 我去刷五分鐘啊 我下猴歪出子豐請問大袋對子豐評價怎麼樣 子豐 還可以啦 比較偏輔助 周叢要全部的去圍他 周叢要全部的去圍他 子豐守女正妹 神魔供死破 子豐老人家 神魔供死 誰敢放死 看劇情愈來愈不喜歡 詹女 你看這時候 我把 白碗的那個 白碗的那個 所大這隻雷也好難打 神魔自尊傳的時候 我覺得她是美麗的大姐姐 我冰淋池歪到封嗎 誰敢放死 神魔供死破 現在把 白碗的那個 補量拉起來之後 就順能多了 誰敢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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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 還沒 不知道還沒踏到第三 conjunto 在這邊勒 後方 лар 11 紅 9 8 好怕之後 瘋媽持出韓千秀 聽說他不怎麼樣 韓千秀很棒 其實抽歪了葛雲一兔血啊 附湯導火 我也差不多 越抽心態越崩的感覺對吧 抽到韓千秀的話 我的隊伍準備來第三隻弓箭手了 他那個補是不錯的 弓箭手好像沒有雷遞 抽到心態奔這道還好有夢戰的經驗心態不會奔了 三個弓箭手聽起來很哀傷呢 對阿越抽手越臭 雙UP痛苦 跟方舟一樣 很棒嗎 我看維基那裡評論都說他是岩鼠之池 就想說有那麼爛嗎 當然要從不下 好 我看維基那裡 你不太難看就看了 那你沒有到什麼 我就找到他 就算你能夠 不然 你不太難看 你沒有中斤 你不太難看 我看你 慘遍不太難看 这蛮强的人蛮烂的 奇遇要选石墨来做 想请问,如果有阴电瓶又有夏侯,是夏侯不要练吗? 还是都玩,早期的时候 明白 早期的时候 先组练一只会比较 因为有可能你会遇到那种 资源不足的 诶,可可遇到练不足的问题 神魔共自作 哎呦,非为吧 有一个 谁敢放肆 谁敢放肆 取入婆娑凭杀意 我怕他都要开盾 我打不死 所以抽到兵力后面,就要抽三选一那一个吗? 要开盾我就赌 啊,果然开盾 开盾我就要赌了 我这边翻车翻到跑去练双部 我说凭杀意 吃取,如何 谁敢放肆 谁敢放肆 凭杀意 有,刚有之前要出十九九 最后只要可以把他敲一末就就了 这只我下猴也扛不住20接玉UR 基本上我也 我都带双部一个疯妈一个冰奶 基本上我也不带盾 我不带盾 因力就我的盾表情符号大笑 啊,按错了 按错了 尷尬 诶,我有失踪啊 应该已经过了 应该已经过了 刚刚不然 不然还已经放坐着了 不用不用,应该过了应该过了 应该过了应该过了 取入婆娑凭杀意 不容易 谁敢放神魔供死破 过啦 就是差这个补量啊 就是白玩啊 我以为你是会白玩 多担把 尼英凤再炸到那 再拉过了 尼英凤 不过如此 尼英凤